钱塘江被冻住了 今天12月22日早晨7点 钱塘江滩涂处江水冻住奇观 加绍大桥下 江水结成冰面 如同地面开裂般的纹理 向远方延伸 远远看去 像是江面上生出一丛丛树木 我是特意去拍的 我知道今天很冷 早晨江面滩涂会冻住 作为海宁人 吴一琴看过好几次钱塘江冻住奇观 前年天冷江水被冻住过一次 今年 尖山道绍兴的钱塘江段 再次出现冰冻景象 滩涂处江水比较浅一点 早晨天冷就会被冻住 但是太阳出来后 已经融化一些了 吴一琴说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画面 必须赶早才能拍到 按照以往惯例 清晨零下五度以下 钱塘江江面会被冻住 日出过后 潮水来了 冰面就会慢慢融化 吴一琴说 今天早晨 海宁气温零下五度以下 所以能拍到奇观 明天早晨温度低应该也会拍到 同样拍到冻江画面的 还有海宁观潮爱好者刘明勇 海宁天刚蒙蒙亮 他就出门了 他在塔山坝附近 航拍到了冰峰前塘江 冰雪潮溪树的唯美景下 刘明勇是早晨六点半 从海宁家中出发 抵达航拍位置的 因为太冷 江边上几乎没有人 他说如果潮水来了之后 水温会高于零摄氏度 冰峰前塘江和冰雪潮溪树 就会被潮水缓慢融合 然后逐渐消失 拍摄必须抓紧时间 拍摄冰峰前塘江的画面 只有早晨六点到八点 这宝贵的两小时 天气严寒 飞行器起飞时 还需要预热两分钟左右 塔山坝下面比较开阔 南北岸距离大约有六公里 因为低温会导致无人机飞行时间缩短 耗电量高 在飞行时要随时注意电量 及时安全返航 浙江气象台上午11点发布 低温提醒 26日之前 我省早晨气温持续偏低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沿海地区 零下一摄氏度到零下三摄氏度 有冰冻 其他地区零下四摄氏度到零下八摄氏度 有严重冰冻 最近正值前塘江月度小潮汛 白天潮水来的比较早 这两天一般是早晨八点半左右 潮水会到海宁塔山坝的位置